MING PA-TEE 嗨 你好 我是劉奶爸 常常聽到有人說 網路行銷的工具這麼多 到底要先學哪一樣 或者是我可不可以濃縮比較善用的工具就好了 譬如說 我只要用一樣臉書 或者是我只要部落格 或者是我只要有官方网站 就可以达到网路行销的效果 其实这个要看每个人的能力范围 还有你的时间许可 譬如说你的本业本来就很忙 那你还要在电脑上面花很多时间 去做行销的动作 那其实你真的没有办法挪出这么多时间 那你很可能就是需要什么 你到脸书去打广告 或者是你就直接登关键字广告 或者是你就直接发电子报给你的用户 那可是在刚开始 如果你要发电子报给你用户 你可能之前根本没有收集电子报的用户 那你要发给谁 譬如说现在Lite Ad很流行 那你说好我要发给Lite Ad的好友 发给Lite Ad的粉丝 可是你事前根本就没有收集粉丝 那你要发给谁 所以如果你希望在行销上面用最少的工具 然后达到最棒的效果 而且你就没有太多时间 那我会建议 我会建议你至少有一个自己的网站 一个自己的网站 那如果你连建网站的时间都没有 你就直接外包把资料整理好给别人 那网站之后也不用太多 如果你真的没有太多时间去做的话 那至少要一页 至少要一页 那页叫什么 那页就叫名单收集页 那页叫名单收集页 然后呢 你那页名单收集页里面呢 你要录一段影片 或者是做比较长一点 把你的自我介绍 或者是公司的服务项目的介绍写清楚 然后最底下呢 要一个什么东西 要一个表单 让客户可以联络你的表单 还有你的联络方式 一页就好了 如果你真的真的很忙 没有时间的话 至少你要做一页这样子的 名单收集页 还有你的那个服务简介 自我介绍简介 然后呢 你就用最快速的方法 比如说我到脸书去买广告 或者是你去买关键字广告 你要去衡量一下 两种都去做做看 哪一种费用比较低 然后效果还不错 那你就选哪一种吧 那目前来讲的话 脸书广告 那它需要设定的方法 比较复杂一点 当然你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直接在粉丝页 然后po一篇文章 那篇文章呢 会直接连到你的那个 网站的名单收集页去 然后你就针对那篇文章去 推广那篇文章 这样买这样子最简单的广告就好了 刚开始先这样做 然后收集到名单之后 有了客户的电子邮件 或者是有了客户的手机之后 你就发简讯给对方吧 或者是发电子邮件给对方吧 如果你再时间再多一点 或者是你在你的名单收集页的底下放一个QR Code 就像LINE AD的QR Code 或者是LINE AD的收集粉丝的那个按钮 那如果人家用手机看你的那个单一网页 他对你的东西有兴趣 想要立刻询问你的时候 他就可以按一下按钮 就成为你的LINE AD的粉丝 那你就有机会可以跟他一对一的互动 这是最简单 最没有时间的状况下 你一定要去做的网络行销工作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